美国4月18日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了一项关于巴勒斯坦申请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的决议草案 当天下午 由15个成员组成的安理会对一项建议联合国大会批准巴勒斯坦国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决议草案进行投票 草案获得12票赞成 美国投了反对票 另外两票弃权 由于常任理事国美国行使了否决权 草案未能通过 对此 巴勒斯坦总统府随即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此举是不公正 不道德和无理由的 美国对巴勒斯坦及其人民合法权力所采取的敌对政策 是对国际法的公然侵犯 并将鼓励以色列继续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对巴勒斯坦人民实施灭绝战争 将该地区进一步推向深渊 墨西哥联邦政府在美国的施压下 已经决定与中国的汽车制造公司保持距离 拒绝向在墨西哥投资设厂的中国车企提供廉价公共用地或减免税收的优惠 路透社4月18日引述三位熟悉此事的墨西哥官员的话报道说 墨西哥官员在今年1月与世界电动车销量最大的车企比亚迪公司的会谈中明确表示 他们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向投资建厂的车企提供奖励和优惠 并且暂停未来与中国车企举行的谈判 据悉目前约有20家中国品牌的汽车在墨西哥市场销售 但迄今还没有中国车企在墨西哥设厂 中国汽车在墨西哥市场的占比约为三分之一 美国对墨西哥施压和干预反映了美国汽车行业 工会以及美国政坛越来越大的担心 吉比亚迪、尚汽、吉利、奇瑞和江淮等中国车企试图利用墨西哥作为后门 在避免支付当前27.5%极高关税的情况下 向美国倾销廉价电动车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日前表示 美国必须采取决定性的措施 保护美国电动车免遭中国受补贴的电动车的竞争 马里兰州一名18岁的亚裔青少年近日因涉嫌威胁进行大规模袭击而被捕 此前调查人员表示 他们发现证据表明他计划在Montgomery County的一所学校 实施枪击 法庭记录显示 这名嫌犯是18岁的Alex 法定名字是Andre E 来自罗克维尔 执法部门接到举报 发现了他撰写的一份129页的回忆录 其中包括他在一所高中和一所小学开枪的描述 虽然一之前曾将这些文章称为虚构的且有免责声明 但据法庭文件显示 一位看过他这些文章的证人在3月初联系了当局 因为这位证人说这些文章与E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证人还认为这些文字表明E准备立即进行大规模枪击 E后来在与执法部门交谈时将这些文字描述为他的回忆录 证人告诉警方 E的回忆录写的是一个名叫James Wang的跨性别主角 他在学校被欺负以及遇到其他问题 证人认为这是直接来自E的生活的问题 而不是虚构的警方在法庭记录中说E的性别是女性 但他使用男性代词 执法部门表示 他们审查了E的社交媒体帖子和互联网搜索 其中包括据称他查询了我附近的射击场 对AR15的描述等 警方获得的聊天记录显示 去年9月E与一名网友讨论了在学校开枪的想法 文件中没有指控E在被捕前持有任何枪支 法庭记录还显示 他最近长期因明显的精神健康问题接受住院治疗 包括公开表达杀人和自杀的想法 以及他所描述的遭受虐待的历史 根据法庭文件 E此前曾因威胁在学校实施枪击以及其他问题入院治疗 请来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你 activities of XI 走mos nak%. אפילו